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现代武器里面都有氧化剂 射击是没有问题的 只不过在太空中开枪之后 我们是听不到任何声音的 可以说手枪在太空中自带消音器 在地球上 子弹的最后要么命中目标 要么就会掉在地上 因为它受到地球的重力作用把它拉向地面 而在太空中 如果是远离地球轨道打出子弹 子弹不会受到地球引力的影响 会向前快速飞行 会离你越来越远 但它在飞行过程中会受到其他行星的引力影响 轨道也会慢慢弯曲 最终会绕某个星球运行 想要无限飞行下去是不可能的 最后你还要当心你的背后 当你一发射子弹 恰好在星球的轨道平面中 它可能会被行星的引力捕获 并成为其卫星之一 绕卫星飞行一圈后 击中开枪者的后背 这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 但并非完全没有风险 既然这么危险 那为什么现在宇航员还要配备一把手枪呢 原来宇航员配备手枪并不是在太空中用 而是为了防止返回舱降落地球后 出现一些偏差 降落到原始森林等危险的地方 万一遇上野兽袭击 能够有自保能力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创业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